为了将传统的记忆向下来传承 也唤起族人对自我文化的认同 吉安乡公所从5月9号开始 办理了111年度 原住民太鲁阁族传统手工艺 贝瓦竹哨把制作研习的活动 23堂课为期两星期 一共36个小时 在22号是办理了节夜市的活动 学员们拿着自己的研习成果 开心地唱着太鲁阁族语感谢歌 这是吉安乡公所从5月9号开始 办理了111年度 原住民太鲁阁族传统手工艺 贝瓦竹哨把制作研习活动 其中最小的学员只有国中二年级 因为我也是德鲁阁的 然后就想说就是要学学看 对就是想要学学看 就是学会做这些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那个 传统的手工艺 不管是竹哨把还是传统杯楼 都放在桌上整齐排列 看似普通的东西 但却暗藏着祖先的智慧 它里面就是有我们竹林的眼睛 那个做出来就有领角 就是让我们的竹林都去传承 这个让他们再去传承给小孩子 对对我们对这一些模型让他们回去再去制作 总共13堂课为期两周共36个小时的研习活动 在22号办理了结业室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为每位学员 班正结业证书 我们找回部落传统 记忆的文化跟手工艺 在九成八的学员里面 他们用过竹楼 但是都没有编过竹楼 所以今天把竹楼跟我们德鲁古传统的 不一样的竹哨把手工艺来传承到 从小小的七岁到大大的八十几岁 我们利用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演习活动 在防疫期间能够让我们的部落记忆来 远展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喜悦 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精彩 希望我们所有的每一天 都能够找回我们手工记忆 很重要的文化传承 为了将传统记忆向下传承 也唤起竹人对自我文化认同 乡公所透过设计办理 各项研习活动 让竹人们都能找回记忆中的传统技能 也期盼每位学员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进而活络部落伤机 记者许立琴简安相报导 我们下线的综艺团 我们下线的维艺图